好,咱先回家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 上级课讲了两种色彩模式 一种是绿色 一种是正片叠底 绿色呢 对应的是RGB 正片叠底呢 对应CMYK 那么这个 其实PS里面也介绍了这个 各种各样色彩模式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色彩模式啊 深入理解色彩模式 这个呢 就是这么一个图 对吧 这么一个图 这么一个图呢 给它加这么一个框框 加一框框 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是 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一上去之后 这完全盖 是吧 不透明度开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窗口里面的不透明度开开哈 除了那个默认的不透明度 这块还有一个窗口的透明度 哎 搁在这 搁在这 那么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如果百分之百的话 就完全盖住它 如果百分之五十呢 百分之五十呢 就是它的五十 再加上它的五十 就是它 它这个RGB 比如说一个像素点 某一个像素点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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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 放的很大 某一个像素点 这个像素点 它的这个 具体的位置 它的 它的 RGB 数值 R 比如说R 它 本身的一个乘以49% 再加上 这个颜色的 百分之五十一 然后一合 是不是就合成了 是这么一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说百分之百 如果百分之百 默认就是这样的 正常呢 是这样 变暗 变量 是吧 两种模式 变暗 感觉 感觉 这个色彩模式的区别 我们整个捋一遍 好不好 整个捋一遍 这个什么 变暗 正偏叠底 颜色加深 哎 有不一样 是吧 变量 绿色 色彩简单 叠加 柔光 强光 差值 哎 反过来 反过来 黑白白 别别别黑 排除色相 薄度 混色 明度 啊 混色其实就是 基本上就是上颜色 那么 我们如果说就是 把它这么做出来 比如说他俩一起 打个组 考上自己打个组 打个组之后呢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 这么着 对比一起来看一下 对比起来看一下 这三个一组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三个一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边这个东西呢 是变暗三色组 也就是说 大家看这块不是一个横盖吗 哎 这块有一个变暗 正偏叠底和颜色加深 底下呢 正好是变量 绿色和颜色简单 正偏叠底和绿色 其实是对应的 对吧 一个对应 光成像原理 一个对应 印刷成像原理 那么看看这个感觉呢 就是从感性上来说 就是这个变暗 就是变暗一些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 颜色的一个变化 而这个颜色加深 其实是把保护 就变暗的同时 就把保护度加 加 加强 总而言之 这三个怎么样了 都往黑了变 这三个呢 都往白了变 对吧 这是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往黑了变 为什么往白了变呢 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算法 哎 那那那比如说 每一个就是都有他的一个算法在里面 再后看呢 叠加柔光和强光 这三个大光的 叠加柔光强光叠加 叠在一起 和这边又不一样 是吧 和这边又不一样 叠加 他并不是说 暗了变或者亮了变的问题 他是一个 有的地方变亮 有的地方变暗的事情 哎 那么这个柔光呢 就柔和一些 强光 这个是不是强光 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强 还是强光 是吧 就是强光 就是最终 就是这个效果 是计算出来结果 这两个是做反差的 比如说 如果是黑颜色的话 这就这块布 如果是黑颜色的话 哎 你看 他就是一个负偏的感觉 就是一个黑颜色的感觉 这个就是跟原来做对比的感觉 都是 都是这样的感觉 最后这四个呢 是 HSI的东西 就是亮度保护度之类的东西 那怎么做的呢 我们看啊 这个是色相 要的是他色相 你看他是不是上了色似的 他基本就是感觉是这样的东西 对吧 色相 保护度 浑色 这 这是 这是色相 是吧 色相 全上上去 这保护度保留着 但是颜色还是有来的 这边是既有明度 也有色相 对吧 叫混色 最后一个明度 只留着明度 但是这个东西就变了 那这个东西能怎么玩呢 咱们玩一个试试啊 Ctrl C 我们把这个蒙娜丽莎单拎出来 还是 Ctrl C Ctrl V 然后呢 它就可以有一些上色 比如说简单的上色 但这种上色呢 和PS那种上色又不一样 把它 Ctrl X出来 EIC退出来 Ctrl V 站在这 站在这之后呢 比如说用画笔啊 或者半点画笔 半点画笔在这画 它这是不是可以上这个颜色呢 哎 就这样 选中这个 里边的一根删除 再删除 这个颜色选什么颜色呢 这个原色选一个 紫色 紫色 紫色之后再上它的色彩模式 是正片底 或者绿色 或者用什么呢 用 叠加一层 哎 有没有感觉到 它这个就变了 但是它这个变呢 和那种用笔刷的方式 还不一样 你看这个就可以删除 对不对 哎 这删除了就不好 减号删除毛点 这样回来 可以调相应的毛点 它这个东西是这么玩的 哎 按住空格 往下拉一拉 哎 拉开了 看一看 按住空格 哎 拉一拉 拉开了 看一看 是这么一个感觉的东西 按住空格 哎 按住空格 往这里走 是吧 哎 是这么一个感觉 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不好呢 还可以把它不透明度给降下来 是吧 讲的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模式的 比如说你就愿意要什么啊 就愿意要这个两个红点 那那就这样 那就左边一个红点 右边一个红点 这么 它这么着 和画比是不一样的 哎 把他们两个一起设置它的叠加的模式 并且 不透明度降下来 你看 它是这么一个感觉的东西 是吧 有点生硬 但是它可以变成淘心形的呀 然后来来去变呀 是吧 嗯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把它呀 做一个举形 哎 放一个举形画出来 框出来 框出来这种举形怎么办呢 嗯 对象 路径 把它设置成什么呢 设置成 分割成网格 比如说两行两列 一个网格出来了 两两列这网格呢 这不是四个东西吗 就可以分别给它上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是 哎 点不出来吗 这个 哎呀 点不出来 我这么点 红色 哎呀 绿色 蓝色 就这个颜色 然后这这几个可以一直一起啊 打一个组 可能自己打一个组 对这个组 它的色态模式设置成什么呢 设置成叠加的模式 哎 就是这样 设置成颜色的模式 哎 就是这样 这就是 呃 不透明度还可以调一调 是吧 哎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四色混合的东西 哎 当然我们给它设置了这个不透明度之后 你发现这个空心的小圆圈是不是就变成实心了 哎 就是这样 但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东西再从浑色的模式变成正常的模式 这个不透明度再拉回来 是不是 它又变成空心了 是 也就是说调这个东西会在这产生一些影响 对吧 好 这次呢 我们就做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色彩模式的深入 这次呢 就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